我走 带手走点 我呀 不知道啊 那位被他操骗你 那位被他操骗你 是不是他们跟你讲的 还是你跟他们 还是主播跟你面对面讲的 还是什么呀 我呀 谁呢 别别别 好好跟孩子说 傅大姐今年51岁 在一家工厂里给人做饭 住在杭州滨江一处过渡房里 3月24号 他去银行取钱 发现9岁的女儿 在四天里偷偷花掉了18万 他终要问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女儿直接冲进屋里哭了 跟叔叔好好说行不行 咱们自己去房间里 把事情讲讲清楚 好不好 人质有冲击 人质冲击 富大姐的女儿通过这款刷宝短视频 给主播刷礼物充钱 女儿的网名叫最好的朋友 一登录 主播都喊她朋友哥 从银行流水看 3月20号 富大姐银行卡里 有18万4千多块钱 她说其中有15万是刚借来的 用途暂时不方便说 之后明西里每天都有多笔 2888元的充值 四天之后 账户已不足百元 富大姐的女儿才上小学三年级 用手机的理由是上网课 上网课 本来我看着的 我就坐在她旁边看着的 然后2号开始我上班了 上班我就没时间管她了 因为我是每天做的 上课也是上午上的 我天天要上班 我没时间管她们 我就让她自己在家里了 我手机给她了 傅大姐的女儿 还把每次的扣款短信 给偷偷删掉了 由于女儿这两天经常刷礼物 很多主播都会主动提出来 让她加微信 于是记者添加了前面那位女主播 我女儿才九岁 我困难了要命 我家里很苦 我就一只一滴的钱 我还是建来的 18号建来的 我女儿全部帮我杀出去的 你帮帮我还我一天 是你 没有大姐 大姐你先别哭 你听我讲 她在我这里没刷多少 知道吗 她在我这里才刷了几百块 她在别人那里刷得多 你只有找平台 你要找我们这个平台 我也帮不了你 没有她这个客服 不是人工的客服 她只是人工的 她电了 她没有人 她没有人会接你的 她没有人会接你的电话的 记者帮忙联系了在线客服 一开始客服表示 充值无法退回 请妥善保管密码 记者又继续沟通 客服同意 让傅大姐提交一些材料 再反馈何时看看 不这样 不这样 你觉得这次错误认识到了吗 认识到了 对 我让充值 把妈妈 那个 鱼行钱 只剩78块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